大家好,今天小猪佩奇要来饮料自动贩卖机买饮料了 她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这是一个新的饮料自动贩卖机 上面有苹果汁、橙汁还有茶 小猪佩奇看了看,选择了苹果汁的按钮 哇,这是什么玩具呢? 上面有一个小猪佩奇的人偶 手里还抱着她最喜欢的小熊 她小猪佩奇长得一模一样呢 这上面的人偶还可以拿下来 这里面是什么呢?让我们到处来看一下 原来这里面是两种口味的糖果 粉红色的是佩奇的图案 蓝色的糖果是小猪乔治的图案 正好,佩奇的肚子饿了 嗯,是苏打口味的糖果 好好吃啊 剩下的拿回去和乔治一起分享吧 放卖机还掉出来了一个食丸 这是什么食丸呢? 看上去好像是一把伞 上面有米奇还有米尼的图案 原来这里面是巧克力 佩奇最喜欢吃巧克力了 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一下子就吃掉了一半 嗯,好甜的巧克力啊 吃完巧克力 这个包装还可以拿来当做帽子 正好可以戴在佩奇的头上 今天,佩奇买到了好吃的死丸 还有好玩的玩具 她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她把帽子放了下来 诶,帽子怎么还掉出来了两个变形蛋 太神奇了 这会是哪个卡通人物的变形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哦,原来是米奇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两个黄色的是米奇的脚 她还带着两只白色的手套 不要忘了,她的耳朵也是可以变形的哦 那这样子,米奇的变形蛋就变形好了 接下来这个粉红色的会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她好像也带着两只白色的手套 原来是米尼 她头上还带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呢 那米尼的变形蛋也变形好了 那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并订阅我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